今天一個訪問的消息要關心的是 理智灣港專門找真老闆來偷取的東西 這是一名男主 偷拍到真老闆的生活車的收視 並開車到另外一個真老闆的家裡 偷取到手流 和雙輪的機械變賣 京鳳多方便調查 最要扎下到總物 到於是台老闆一項主題的切案 原本京鳳調查是針對來拆所謂 但是經過陳列調查發現 是理智灣港 偷拍收視 先問一下囉 很簡單就進去辦公室 在歐陽港中 很快就找到開關來開電費 並找到剛才以後末早一顆大手流 以及手機器拿出去變賣 台圖啊 切嫌是理智的員工 所以對辦公室的位置都很熟悉 目前他的目標是鎖定 辦公室的數流 價值30多萬 京鳳在座早期時 他還發現男主所用來做案的車両 是一台新的車 這也是他認識之前的老闆 A老闆 所有的車両 同樣是頭髮收視 來輕易尾電還是來開出來 他是跟了A老闆 然後A老闆的部分 是跟他 複製了汽車的鑰匙 然後再來到B老闆的住所 先複製他的住宅的那個門大門的鑰匙 然後竊取屋內的東西 京鳳表示 主要是鎖定在南竹在探路 只是所騎的機車 由嘉義官開走到 正老闆的生活車 半早送末以後 又有幾款車両 動作會可以半過堆渣 但是 我們就差了去 也是被京鳳堆渣到晚 世新新聞創民黨 嘉義市蔡王報道